中华剩下五千年的历史 在这场纷纷扬扬的权力博弈中出现了很多圣者 皇帝 五千年的时间多少朝代更替 出现了数不清的皇族 皇族后裔 而在被西周松法治影响下产生的强烈血缘感 使得如今的中国仍然看重香火传承 家谱也自然而然的出现并用来记录身份 如此一来 如今的许多人变成了皇族后裔 这些可能在你身边 可能并不起眼 而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就和香火传承有关 并且这群人也不起眼 在这个偏远的山村 在修建祠堂时翻出了六本家谱 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六本家谱 却证明了这个村子全部是唐高祖李渊的后代 是真正的皇族后裔 这个村就位于江西省饶县茶亭镇的夏碑村镇家园村 这个村子由于位置偏远 所以全村的所有人都姓李 没有一个杂性 不仅如此 全村的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些血缘关系 村子里有一个祠堂 祠堂差不多是存在了上百年的光阴了 原来虽有些破败 但是尚还能用 祠堂并不是摆设 除了清明和平时候 祭祖会在祠堂举行 各家客户的红白喜事也都会在祠堂举办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祠堂老化过于严重 所以村民商量着给祠堂翻新 翻新就免不了要把祠堂里的东西搬出来 就在施工的时候 从祠堂的阁楼里却翻出一个大箱子 就是在这个大箱子里找出的那六本 证实村民里村民身份的家谱 由于年代久远 这六本家谱已经古老到快要被腐蚀掉 虽然已经古老的不成样子 但是村民还是从家谱中找到了详细的信息 详细到一直从这个家族的祖宗 到如今的第五时代都一一存在 而且清晰明了 自然这个家族的祖宗便是唐高祖李渊 在这个家谱的第一页 就是这个曾经开创了樊胜大唐的伟人画像 这也就意味着 这整个村子都流着李渊的血 是李渊的后代 确确实实的皇族后裔 从家谱中来看 可以发现这是由李渊的第二十二子李元英留下来的 李元英授封藤王 可能对于李元英大家不熟悉 但是 那个因王博的藤王阁序而出大名头的藤王阁 大家肯定熟悉 其实李元英曾经先后在藤州 洪州 龙中三地建造藤王阁 只是由于别的原因导致如今只有一个存留下来 李元英最后一次受封是被任命为龙州金四川郎中刺史 那为何他的后代会出现在江西 原因就是 他的子孙为了避免战乱和政治迫害 不得已转转千里才来到江西上扰 之后又来到察庭镇 并在此定居下来 繁衍生息直到现在 只是没有了当年的辉煌 只是过着普通人的日子 为了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及可靠性 村里的村民已经将六本家谱全部上交国家 想要国家帮助他们验证一下 自己是否真的是皇族后裔 于是 在县历史博物馆历史专家的研究下 发现这六本家谱全部都是真品 排除他人伪造假扮的嫌疑 与此同时这个结果也说明了 整个李家村所有人全部都是唐高宗李渊的后代 是李渊的第五十代嫡系子孙无疑 是真正的皇族后裔 全村人都是皇族这件事就这么阴差阳错的被发现了 若是你也有兴趣 也可以翻一翻自家的族谱 看一看自己的祖先是谁 请不吝点赞と订阅调